這裏最有趣的是玩水上活動 我們今天就找來Kenji這裏的教練 就來教我們玩Skibboard 好,Kenji 我先說一塊板 它有一片尖一點的 那一片板頭 另外後面我們經常有一個Foodpad 這樣呢 它要似的態度頂著 還有腳板頭呢 它會有少少竅的 有少少竅的 那好了 那我們會有幾種方法 通常最初我會教人先扔板 那會告訴他們 還有會告訴他們 哪隻腳前哪隻腳是後 那當然是每個人都不同 我又不知道你是哪隻腳前 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會自己試一下跳上去 試一下先 看看自己左腳前還是右腳前 那首先會說到 其實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你會看海邊情況 有沒有垃圾啊 有沒有石 有沒有危險的地方 有沒有多那麼多人 因為始終這塊板 你踩上去線的 有機會會線的 踢了一塊板出去 有機會撞到人 或者如果沙灘上面有些石 你會弄到自己 其實最簡單 最基本的那個 我們會教人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放下一塊板 然後跳下去 三分鐘小學雞就學會 沒有難度 現在就可以了 我一定不會得到的 你還是看我表現吧 哎呀 算了我們還是看專家的示範 現在來一次超高難度的示範 看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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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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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放鬆一些人的膝蓋 每次蛋糕都不像美食 因為海是有突大、突大、突大 所以會比較難平衡 放鬆一些膝蓋 那就照拍,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了嗎?下水 我們現在這樣下水 不騙你呀 今天就走一旁 走一旁 然後慢慢下去 不要撞得太厚 那其實呢 太久了 太久了 撞了一下 這樣一下 這樣一下 如果想拍下你Skinbook時候的英姿的話 那就要好像我這樣 帶齊你的裝備 這樣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有固定在槍上面的這條帶 另外呢 也有用了一個固定在板上面的膝蓋 那它呢 我們就加了一個可以浮水的裝置 那萬一這個膝蓋掉了 到它的海上面 都不怕的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立即 拿回它上架